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日前在北角有警員開槍擊斃一名精神病人 家屬事後表示不滿警方現場執法過渡 要投訴警方這件事 這絕對是一件不幸事件 案件發生在今月15日 地點在北角一個單位裏 一名患思覺失調超過五年的38歲男子 在家懷疑襲擊母親和妻子 警方接到死者妻子報案 幸好的是死者母親及時離開單位 在警方到場前 死者太太和兩名分租租客 分別反鎖自己在房間裡 警方四分鐘後到達現場 死者雙手分別持有一把三十厘米長的賽刀 和一把戰刀 警方手持盾牌和死者對峙超過半分鐘 期間多次發出警告 死者並沒有放下武器並且衝向警員 結果警員開槍擊中對方的兇後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仔細分析 首先在案發的時候 現場已經有人受到死者的襲擊而導致受傷 另外現場的人全部都決定走到房間裡反鎖 躲避死者的襲擊 最後決定報警求助 足以顯示現場存在一定的危險性 死者的哥哥怪責警方到場兩分鐘就開槍 警方一向都有嚴謹的使用槍械手質 警員也會定期訓練 包括在不同的情況下 是不是需要使用槍械等等 所以警員一定有對現場進行過風險評估 包括對自己和其他人 是不是有致命的危險 以及可能發生的後果 在行動過程裡 警方是需要不斷地評估現場的變化 確保可以有效地控制場面 而且警方到場之後 並不是馬上開槍 而是不停勸阻並且手持盾牌 該名男子不但沒有放下武器 更加不聽勸告衝向警員 男子迫近至1.5米那麼近的距離之下 警員別無選擇 最終選擇開槍 該名男子最終不治 絕對是沒有人想發生的事 我們除了關心死者家屬之外 都不能忽視開槍警員的心理狀況 警員在現場面對一個極具壓力緊急的情況下 決定做了一件事 而且被擊中的人士最終離世 警員的心理狀態很值得大家關注 過往都有不少 開槍之後 警員患上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即是PTSD 這個病症是指 遭遇重大創傷事件之後 出現的嚴重壓力患疾 患者會不斷回憶或發夢 再度體驗當時創傷事件 引發強烈的心理痛苦或心理反應 警員因為處理案件而患上PTSD 是會嚴重影響日後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大家應該同樣向警員作出關心和慰問 因為畢竟生命可貴 我相信除了某些戰爭的行為 和一些不法的行為 沒有人想到要結束另一條生命去拯救其他生命 事件發生以來 一直未有發聲關注 直至離世者家屬投訴 就由立法會議員江玉寬 借機出來抽水 指警方需要交代當時有沒有遵從 處理精神上 沒有行為能力人士的指標 由指這個家庭不是第一次報警 警方應該掌握男死者的紀錄 例如上次發生什麼事 病人是不是吃了藥 而警方前往現場的時候 需要交代警員在過程中 有沒有最大能力了解病人 警方在收到報案 在四分鐘已經到達現場 在這個緊急情況下 需要準備應用的裝備 又需要趕到現場 保護現場的人士安全 究竟在這個短時間 是否可以了解到議員所說的話 不知道如果被江玉寬議員 站在現場 他又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天璣頻道 和大衛常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